南兜县偏乡人口老化 年轻人外流日益严重 尤其是中疗乡的公车 因为经营亏损 减少甚至推出营运路线 让年长者求医更加困难 缴一样的健保费 却无法享有相同的医疗资源 除了医疗运所不足 交通不便也是主因 不只是医疗品质 连交通问题也是一大问题 因为我们偏乡对医疗品质 跟交通就医的问题 相当大一个问题 尤其是中疗乡人口老化 是前线第一名 这些老伙子要求医的时候 都没有交通关注 中疗乡 中疗乡现在只找到中疗乡公所 其他的地方就没在走 所以这些老伙子要求医相当的困难 先远张友会相当重视 中疗乡民的健康医疗议题 目前中疗乡公所尚未找到注点医生 而且几个偏远社区 又没有开业诊所 张永辉议员 期望县府相关单位能够重视 积极协助改善 因为考量到偏向医疗资源缺乏 县远全文采也提出了看法及建议 期盼工部门未来整合更多资源 导致造福偏向民众 通常我们的原乡因为就是救护站的来回 延误了黄金时间 在救护的动作上已经就是造成了遗憾 在这一点就是要呼吁我们的政府能够尽量尽快地做到这一点 让我们原乡后送的机制能够加强 让我们的民众在受病患之灾之后能够有很好的后送机制 南投县迈向高龄化且许多乡镇地处偏远 仍然有许多就医不变的问题 因此议员们期望工部门共同努力来争取 以提升南投县的医疗品质 记者洪一伦综合采访报道